一直关注我们了餐厅的网友应该都知道 节目除了是以关注老人阿尔兹海默政委主题的之外 还有一个固定的话题 就是给副店长宋祖儿征婚 而这一期节目当然也不例外 这次节目的嘉宾来了两位年轻的说唱歌手 艾夫杰尼和瑜伽萌 如此机遇不容错过 店长黄渤也借此机会帮助祖儿征婚 餐厅里的全体人员一直对祖儿找对象的事很上心 这次来了两个年龄相仿的说唱歌手 黄渤抓住机会上前打听情况 本想让两位嘉宾给宋祖儿介绍 但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艾夫杰尼想推荐自己 又不知道宋祖儿的标准 于是店长黄渤倾起了红线 把祖儿叫来问择偶标准 宋祖儿的择偶标准是 男的 男的 活着 对 活着 这有脑子的不是江源坤 公开递死我 反击 等等等等还有什么 反正照着吴彦祖吴泽那样的找就行 一听这个条件 艾夫杰尼连连叫吃饭 这个要求估计是很难找了 其实娱乐超中的明星找对象也是很局限的 所以也经常能看到明星们公布自己的择偶标准 也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另一把 深受观众喜爱的杨超越 最近也在节目上公开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听到这个标准 看来超越妹妹喜欢小鲜肉鲜的男友 宋倩在跳舞和演戏方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也慢慢让观众认可 而她的择偶标准是 可以不用太帅主要还是看感觉 近期宋倩还在节目上在线征婚 请问你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征婚对象 我的所有缺点都当上优点的人 而跟宋倩同时征婚的还有吴亦凡 吴亦凡的择偶标准也是很奇特了 想要找什么样类型 能做一种特别好的大腕宽面 我倒是符合你这个条件 这个是在找对象吗 确定不是为了打歌吗 刘昊然自从上了大学 就无数次在媒体面前提起来 上大学的愿望就是谭丽娅 这样一个大好年华的年轻不爱 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理想型呢 而刘昊然从18岁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择偶标准了 我理想中的女朋友的话 就是长头发大眼睛 然后不会很闹头的女孩吧 不太相信什么一见钟情 但是第一次见一定是会有好感的吧 看到明星们的这些择偶标准和征婚信息 希望他们能早日找到心目中的那个她吧 �� blink 闭 Comment and reveal 揹 蜻 鳗 谢谢 так .'' You